林氏律是国家一级演员 梅州市是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是广东汉剧院洪静和老生两个行当的主要演员 几十年来曾演出近百个剧目 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古代和现代英雄人物形象 但是我去把喊坡也试 大家可能调态 冲死就把喊坡也试 看不过 冲死还有一句声音 冲死还有一句声音 冲的一声音音 一九五六年林氏律进入当时的梅县汉剧团 开始投身汉剧事业 曾师从汉剧泰斗黄陵传的同宗师兄谢汉中前辈 得传统唱腔和表演的真传 加上自己最兴于汉剧艺术 在继承前辈传统唱腔中 发展了自己的唱腔风格 鲜声夺人 被观众称为铁嗓子 汉剧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剧中之一 广东汉剧原称外江系 与湖北汉剧 闽西汉剧等同宗同源 清代乾隆年间进入越冬 广东汉剧唱腔以西皮二皇为主 以及大板 鲜腔和小吊结构而成 绝色行当主要为生 蛋 丑 公 婆 红镜和乌镜 在汉剧的众多行当中 要数红镜形成最晚 但却最具特色 在汉内有千生万胆 难寻一镜之说 而临时率就是这难得的一镜 红镜又叫红面 表演龙行虎步 气欲轩昂 红镜的唱腔发音使男生的假嗓 与本嗓再结合鼻音 脑后音混合使用 俗称三分圆喉 七分子嗓 也就是说真假嗓相结合 它的唱腔发音与污镜及其他行当不同 以圆喉为基础 带动假嗓 鼻音 后脑音 这几种声音混合在一起 将声音发出来 形成一种奇特的声音 圆喉声发出粗犷奔放似虎啸 假嗓至笛音 并不以脑后音 有如龙银一般 有着独特的风格和韵味 声强音语宽广 肝中带柔 歌笑或饮涌声音凉凉 细听声似龙虎的吼叫奔放而优美 但是 这种发声练起来却特别难 既要有先天的嗓音条件 又要有强大的真假声的把控能力 很多演员最终都会放弃 很多演员最终都会放弃 但是 林世律却执着地爱上了红镜这个庞大 因为 在对角色的塑造中他发现 红镜的唱腔特别适合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 尤其是历史名人和现代英雄这类的正派人物 红镜的唱腔能让这些英武的角色更真实更感性 当墙中不失信念 经过齐奋苦练和仔细琢磨 林世律找到了红镜唱腔比较精准的唱法 用七分甲嗓 也就是小猴 三分猿猴 主要的发声位置在笛腔上 然后巧妙地承接护脑音再顺发猴音 终于达到了杭家所说的龙虎抱三合唯一 红镜发音 红镜其实是现在生达符类 正常的肚子是虽然的 老师说 红镜整个出来的 然后言之之后 研究人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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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遇人家之后 但是一種人是一種人 一種人在這裏下 不知道 不太好 我本來叫你那些人是一種人 但是我看到一種 一種遙佛 一種怨靈堂亡的 一種 一種 當時 當時 因為我上課 資格的那些 我沒有進入案例的衝突 這首歌當中 是 有什麼原因 他們覺得那些案例很坦白 不是 是擁兒有橋 沒有,只是… 摩索 摩索嗎? 因為這個很難做 吃了,吃了 雷索,雷拉 雷拉 雷拉 雷拉,雷拉,雷拉 那就是… 發中之前 吃,我先免 吃,我先免 發中之前,吃,我先免 打個充電 所以有火的一种冤枪 嗯 就刮刮顺 对 这种创枪 这种创枪 是人家的 海湖台湖 只要创枪的时候 才会冤枪 是 其他的行动费 相当时就 不能冤枪 就不能冤枪 正常 流程就流程 流程就流程 但是在创枪的时候 不就 整个人 因为他在 他在创枪的时候 突有的一种 很多 很多 基本上就突有 所以 当时 我拖的时候 林老师 拖的时候 冲到 用的东西 在人家的 传下去 老百姓的 用的东西 所以 其实 他在 从中的 从事 所以 我觉得 这些资料 很适合 很好的 比较好 除了 洪敬 林氏律 还担当了 很多老生的角色 而老生的 主要发生位置 在喉音 然后是脑上音 和脑后音 这些唱腔和表演的转换 丰富了 他对汉剧韵律的深层次解读 打开了 他汉剧表演的绚烂舞台 林氏律 在他的艺术生涯中 参演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在洪敬行当的主要代表作有 包公展植 王昭君 原门展子 秦香莲 林昭德 打动结败等 在老生行当的代表作有 打颜松 斩皇子 韩依弥 秋冯甲 红灯戟 平年作战等 其中 在秋冯甲一剧中 担任主演秋冯甲 参加广东省第一届 专业文艺会演 荣获了金甲 在林昭德一剧 饰演包拯这一角色 由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成唱片 销售还另外 许多剧目在广东省夜视台北经常播放 而且还有幸受到了叶帅 习仲勋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检测 其实接触到日常康 记得一段 市民商量 日差去比较半岸年 享年一段 在这段时间 因为 最后也要做一段 所以 其中我都出发 经常下场 下场就结果 有时候 那些出发 就会出发 一场出发 但是 他们拿起钞 就当你来飞 接触到 所以 不如出發,有多方法 無法碰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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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一顆 然後又炸,散散,碰一顆,碰一顆 一出發,太陽跳起,所以少少兩陣 少少三次陣 所以如果說,挑戰的同學同學 因為他們談話說,有時候,有時候多知國人 我老婆的家裡的菜 農政機幾天都做了幾天 回來了 人的事實上 轉門鋪頭 有時候就說 你兒子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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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兩個人都說 家庭有兩個人 今天對年輕人的相識 比較反映年輕人的情緒 以前中二十五 中四季老師 記得一個年代 包括兩個年代 他一部分都是下樓人 還有下樓是非常辛苦 現在兩個人在家裡 如果去到一個好地方 就有一個沒有理想去 就算去好了 現在理想的 就是你們去到家裡 有兩個人去到家裡 你兒子去到家裡 去到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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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家裡 你不是去到家裡 可以去到家裡 我不是去到家裡 去到家裡 airflow 你們再外跟家裡 是這些ww 把家裡 通局 ваш 要看一看一看 要不看一看 要不看一看 要看一看一看 因为地方不看一看 双方有缝 双方的地方不看一看 还不看一看 要不看一看 还有三个人全部都用双方 那 原来不是 没有 所以 这个是好辛苦 经常打底部 不像舞台 红台 在这儿 要抢个弹头 去打底部 这条件相当辛苦 在全身心投入广多汉剧艺术事业的同时,林氏律还乐于交手、传承,将几十年舞台表演的经验, 不断传授给年轻一代,徒弟郑建勤经过师傅多年的指点和辅导,在继承传统的唱腔表演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艺术表演风格,对打动结拜、林昭德、展子等传统剧目的把握很见孤立,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并且并不断认识,并且并不断认识到并且并不断认识。 并且并不断认识,并且并不断认识。 组统剧目的关键,并不断认识。 从头到面,并不断认识就不断认识。 就警告 就那些发言 就说了把四字 就从头到尾都这种 说八十个 真正就是说八十个 就不交代就跟你的人认识了 搞掌了 这个时候已经孽丹毕了 孽丹毕的时候就 我们到老师过来 搞到教大学 这时候我们要看大学 大学在高一大王祖军 那时候 高王祖军 那时候 高王祖军最快的就是 在天一小孩 就一切都没有 就 人后就 直到人后那一小孩 就警察没有 那老师就警察中午 因为老师人的差异就没有 他终于不在一起 他只能和他做了示范 就没办法做不到 但是意识从全部都冲出来 但是他可能有个困难 那个死马就见到很理费不到 然后这些东西 他就出来一年了 如果不念的话 他根本都冲不下去 现在做一年 一九九四年 从广东汉剧院退休后 林氏律并没有离开汉剧事业 从二零一三年开始 一直在广东汉剧幼苗班授课 经过细心挖掘和培养 正式收下陈文斐 叶林两个少年为徒弟 如今 两位徒弟 已经能够在舞台上独立单纲演出 汉剧红镜 有了新时代的接班人 在广东汉剧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